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直品牌好程序来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系列之SPAR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Action算子 分别是Connect,Count,Top和Tick 如果大家对当前大数据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 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那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学习当前Action算子 除了Connect和当前的Count之外 Connect和Count之外 那这里还有一个当前我们可能拥用率比较高的一个Action触发算子 叫Top 叫Top 那这个Top可以干什么呢 这里啊这个Top算子啊可以取出啊可可以取出啊取出啊取出这个存储在RDD中的元素啊可以取出当前存储在RDD中的元素 那么根据这里啊根据传入的啊这个数值啊 数值啊数值啊数值那么取出对应的个数啊你传几个就传几个啊个数 例如咱们之前像咱们大家可能以后做的一些项目包括像我们想基础按Top几对吧TopN呢对吧那这种怎么办呢 咱们当前死办和当中呢是直接有当前那个Top这个算子可以给大家使用的 并且呢记住啊这个Top算子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呢自带排序 记住啊自带排序而且默认是降序啊降序也就是从大到小啊到小也就是说当你进行这个从大到小啊到小也就是说当你取数据的时候呢他默认就已经帮你能排序好啊 同学们记录他默认就能帮你排序好啊那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当前Print啊啊咱们可以获取一下啊咱们调用一下啊RDD1假如说RDD1.Top 哎咱们有算子啊然后呢这里其实这个Top后面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参数啊同学们咱们那个Top啊再给大家调一次啊看啊点Top啊 然后咱们主要看一下当前那个传递参数啊咱们看一下这个主要传递参数哎稍等啊Top哎咱主要看一下这个传递参数啊好那同学们看一下啊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纳姆类型的英特类型对吧是一个英特类型就参数你要有几个 而后面呢是一个影视转参数默认实际实现了outing那个当前那个排序接口所以呢他默认是带排序的这就不需要你管了后面是个影视转换你直接传入你想取出多少位就行 例如我想取出前三位啊前三位我Top三即可啊但需要注意啊同学们此时呢暂点他会得到一个结果大家看好了得到的是一个array 记得到他会直接返回你一个数主啊比如说咱们那个啊ens吧咱们返回结果啊是一个数主但是呢这里需要注意啊同学们啊咱们这个array呢 在skeleton中啊是不可变数主 不可变数主啊是不能记得不能直接打印出啊 啊array中存储数据的结果了它输出的类似于什么呢这个输出的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那个兔子句就写好的那个兔子句 所以此时呢这里这个array你不能直接打那我们想看结果怎么办呢咱们就得进一步转化也就说res 再点咱们有一个方式叫tobuff也就说把它转换成一个可变数主啊点tobuff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打印的结果了ok我们执行 稍等啊咱们等待他打印就看好东西吗啊是不是就是arraybuff这是一个可变的你看是不是653原来咱们存在这个rdd中是不是无序的是21365对吧那我取出的时候是不是从大到小排序降穴也就是653 所以这个tobuff呢是自带排序明白吗自带排序所以这里它是一个降虚获取啊也就是说相当于获取前三位嘛对吧相当于获取前三位啊ok那么我们这个top算子就到这里 好 好 感谢观看